还有许多人是 我要到极乐世界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的家庭眷属怎么办 喝一大堆 那就全都你自己也去不了 为什么 全是假的 世间这些事 远距就现成 远距就消失了 远距远距 你怎么能当正啊 那学佛怎么这么感情都没有了 学佛有没有感情 佛学有 佛学的感情是真情 不施虚情加义 佛对我们有真情 生生世世 永远追随 照顾 没有放弃我们 这是真的 六道里头 远距的时候在一起 死了之后远散了 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 再见面也不认识 是假的 不能认真 你要是真的认真 要度你过去 家庭眷属 那叫什么 在佛教里的一个名词叫 有缘人 什么时候你认识他呢 你明心 明天心之后就认识了 这些有缘人 散居在舍法界 在各个不同的界别里头 游在天道 游在人道 游在山土 只要是跟你过去 有过这个缘 亲属关系 你统统都能够 看到他 能够听到他 他起心动念 你全知道 你都能关注得到 他有困难 你真能帮助他 到那个时候 你跟佛菩萨一样 你有圆满的智慧 有无量的得心 你也会像菩萨一样关系 他是不是真想处理 真想处理就帮他 他不想处理 烦恼吸气 没辅助 这个不行 这你没成熟 更熟众生 你更没熟 你还有七心动念 还有分别 还有情志 有这些东西 极乐世界 不适合你居住 你到那边会生烦恼 所以 必须能完全辅助 只要一念辅助 那一念就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永远辅助 不会起陷阱 极乐世界 没有烦恼的环境 没有造业的环境 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全是男子 女人到极乐世界都变成男子 这是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 把那个亲情 男女之爱 完全 都解掉 但是没有了 那是他念头都不深了 而且到极乐世界 做阿弥陀佛之菩萨 就是大吃大悟 变法界 虚空界的真相 你完全见到了 完全明白了 烦恼化成菩提 生死化成涅槃 全转过来了 阿弥陀佛